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讲到蒙福的人生 我们都好羡慕有一些人 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是特别蒙福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上帝手中 是经历修剪的 而在那个修剪的过程里面 我也相信主的恩典够有 你知道这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大的圈局 如果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熬练熬练熬练 然后也不知道无止境的 在那个困难当中 不知道要熬多久 那人生就很不快乐 是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修剪 但是主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很喜欢保罗所写的这段经文 他讲到说 他说在这些困难当中 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而且他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 他不会给我们一个担子 过于我们所能够担的 你知道就是第一 他不会把你压垮 而且时候到了一定有出路 求主恩待我们 而在面对这些 好像神给亚伯拉罕的一张考卷 一张一个事业 在面对这个考卷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他到底在考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考什么 你就你可能达错方向了 如果今天你考的这个考题 是要考你的这个逻辑 但是你一直在那个字面上转 你恐怕就达错方向了 亚伯拉罕神给他的这张考卷 到底在考什么呢 你看看后来天使的宣告是什么 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原来上帝大费周章 就是要弄清楚一件事 没有经过这些上帝不知道 亚伯拉罕的心吗 不是 其实我相信经过这些 上帝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 你的关系 你跟我生命的关系现在到哪里了 你跟我生命的关系现在到哪里了 神要看亚伯拉罕对神的态度 那个敬畏神 这段时间我自己对敬畏神 这样子的一个 神对我们的期待有一个很深的领受 从小我们就讲了敬畏神 敬畏神 很多的我们都参加了退休会 赢会主题就叫做敬畏神 敬畏敬畏过敬前的生活 我越来越发现到底什么是敬畏 从这段经文里面去看到说 什么是敬畏神的那个敬畏呢 那个敬畏真的就是 上帝 你是神 你是主 你说了算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这叫做敬畏神 敬畏神真的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 说我唱诗的时候很投入 我圣经读得很熟悉 我方言祷告很长 每天都花很长 很多时间方言祷 这些东西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帮助 可是它不对等于 这就叫做敬畏神 敬畏神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敬畏神是什么呢 敬畏神是 我里面有一个心说 主啊 你是主 因为你是主 你说了算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求主恩待我们 因为敬畏神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 去到那个地方去 他就去 把儿子带去 他就把儿子带去 把儿子献上 他就把儿子献上 虽然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对他来讲 是通过他的逻辑的 但是逻辑不是亚伯拉罕的主 他才是主 你也在跟逻辑打仗嘛 放下来吧 他才是主 我会问他 他只想学习 你为我 不是